大家好,我是老李,这是一个养石头的博主 今天呢,跟大家看一看我美丽的石头 首先呢,我们往石头里放点虾肉 我自己吃虾都没有这么费劲 哎,昨天我都说了,四只美丽的浅红没有了 这次能不能出现,就看这个虾肉能不能把它引出来了 瞎唬这玩意儿你不服不行 不放虾,什么都不出来 一只你都看不见 浅红你快出来吧 瞪大我们的双眼 浴红在,紫身在,黑金在,橘红在 哎呀,看来浅红集体失踪啊 浅红没有了,你现在就是颜值担当啊 哎呦,吃的这个爽腿都蹬起来了 虽然这玩意儿迟早好,出具磨墙 但是千万别往草钢放 你要是愿意一百块钱一条给鱼当鱼粮 那我就不拦着你了 还在找浅红的时候,我发现了个问题 这个缸里被我打入冷宫的石美人 他一直顶着这个缸 而且他前两天跳缸在地上捡过去的 如果他那天游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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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呸这么一跳 哎,我这一缸瞎苦 一口一个 一口一个,一口一个 然后吃的太开心 那天正好又跳到地上 被我发现又放回了缸里 然后就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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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